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和大家看一個應該算是與旅遊相關的新聞。 這個新聞就講到, 有一個日本遊客去到袁明院拍照, 竟然被大陸網紅用粗口追著來鬧, 而且最令人猜不到的就是裏面的員工竟然是支持, 說不喜歡這些小鬼子進去拍照, 說弄他們,他們自己都贊成。 這個影片播出後, 其實全網很多人都在討論。 根據新聞所講, 事件就發生在今個月7日, 當時一男一女的日本遊客在拍照, 發現這個叫亞人的網紅在附近, 希望他能夠移動一下給他們拍照, 想不到這個網紅立即發脾氣, 質疑為何這些導遊要幫日本人在袁明院拍照, 又說八國聯軍侵華時, 日本都是其中一個侵略國。 而且這個網紅不斷用中文或英文粗口去鬧導遊和兩個日本遊客, 說如果按照他的邏輯, 八國聯軍侵華, 應該那些國家全部不能進去。 這段時間, 日本男遊客頂不信, 他被這個叫亞人的網紅不斷追著拍, 於是他拿起手機反拍人, 場面都應該幾混亂幾肉酸。 導遊本來就想平息事件, 但想不到這個亞人仍然持續挑釁日本遊客, 他唯有找管理處人員調解, 想不到管理處的工作人員竟然說到, 說就是不給日本人入來了, 就說他自己都恨小鬼子就是這麼簡單, 說整你們這班這樣的小鬼子, 他都贊成呀。 之後, 這個工作人員就被導遊問他, 就問他你的說法是否代表原名遠立場呀? 這個工作人員都好聰明, 即時否認, 但他離開了。 最後, 導遊和兩個日本遊客打算離開, 但這個網紅是不斷追著人家拍照, 然後去質問滋擾他們三個, 其實, 有些什麼可以質問呢? 好簡單地說, 喂, 大佬, 你質問他以前侵華的事件, 那都不是他侵華的呀, 是冤有頭債有主嘛。 還有啦, 你侵華的, 你都會說啦, 是八國聯軍嘛。 見到外國人的時候, 有沒有這麼勇猛呢? 而事後, 這一個這樣的網紅, 就將所拍到的影片放上網。 不過, 大部分的大陸網友, 都對他這一種行為是非常之反感的。 根據資料顯示, 一八六零年, 袁明遠在英法聯軍之役, 就被洗劫, 破壞, 然後放火燒毀。 但他的這一種做法, 其實, 是影響中國的形象的。 他表面外國, 實際上, 其實, 是令到那些遊客不敢來中國。 你想下, 這兩個日本人, 將這件事, 擺上去日本的網路上面, 對中國, 這個旅遊, 其實影響好大。 中國, 其實現在, 是好想要多些外國遊客的。 他這樣做, 我只能夠說, 做多了, 倒米咯。 拿外國來做擋箭牌, 就是為了劉亮咯。 那這班人, 他是為了劉亮, 是令到國家蒙羞, 抹黑中國形象。 他自以為自己, 就在那趕人走, 但實際上, 就只是為自己的劉亮著想咯。 好啦, 那今集, 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。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劉過言啦。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。 拜拜!